哈啰大家好,我是日蔣 现在呢我在台湾的家里 所以呢拍摄的背景可能跟大家平常看到的不太一样 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回来台湾差不多已经一个礼拜了 大家在这一个礼拜之中感受到跟日本比较不一样 然后让我觉得有一点不习惯的地方 第一个,酒真的太少了 我要跟大家说其实我在去日本之前是不喝酒 然后也没有喝过酒的 也不觉得自己会喜欢酒这个东西 但是到日本之后呢我就养成了差不多 一个礼拜会喝一到两次酒的习惯 不管是跟文当吃饭还是跟朋友聚餐 我们都会去聚酒屋啊 就即使去意大利面餐厅吃饭可能都会点酒来喝 就是一个习惯 那已经习惯说没有喝酒的话 就很难放胆这样的讲话 当然很熟的朋友是还好啦 可是如果说没有这么熟的 就一定要喝酒才有办法跟人家聊天 才有办法放开心来讲 我回台湾的时候呢之前就有参加高中的班局 高中距离我们现在就已经十年了嘛 然后我又长期就是住在日本 其实就跟高中的同学没有说联络的这么密切 然后到了当天我们在吃意大利面餐厅的时候 就吃一吃我一直觉得 我一直是在一个很客套的状态 没有办法放开来讲啊 也没有办法讲话大声 没有办法把自己的想法讲出来 然后呢结束之后 我还记得是差不多 晚上七点半而已吧 然后我就问说 有没有人想要去训练 就去喝酒 然后那一天去哦 有快三十个人吧 然后三十个人全部拒绝我 那时候我就觉得 啊好伤心哦 怎么没有人要跟我去喝酒 我觉得我都还没有讲得很尽兴的感觉 就是从那个时候我开始发现 我好像有受到日本文化 还有在日本的习惯有一点影响 就让我想到我以前 日本朋友来台湾玩的时候 他们都会问我 有没有那种有名的酒吧 他们晚上想要去喝酒 我那个时候就一直很不懂说 到底为什么日本人都要去喝酒 我现在终于懂了 就是这种感觉 第二个是跟朋友道别的方式 在日本你跟朋友道别的时候啊 你通常都要跟人家挥手 挥到你见不到人家的那一刻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日文有一句话叫做 一起一会 就是你每个人的相遇跟见面都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要在下一次见到就很难了 因为日本就土地面积来说也是比台湾大嘛 然后大家的生活又很满 不像台湾这样子是比较以私生活为重 那日本的职场文化呢 又很容易被调到别的地方出差啊 不然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县一起长大 然后之后大家就各奔东西 当然台湾也有这样的状况啦 可是我觉得日本的不可抗力因素比较大一点 所以要见面并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所以大家会很珍惜每次的相处时间 那希望在最后一刻都是人家觉得 啊跟你难分难舍的感觉 这个会让我感受到比较大的文化冲击的感觉是 其实不是发生在这次回台湾 是之前我的大学很要好的朋友 他去日本玩的时候 就是他跟我道别那我送他到车站送他去坐车 我朋友走进改杂的时候我就跟我朋友说 欸 拜拜 拜拜 这样我朋友说 拜拜 如荒 那我朋友走了 我的小名叫做如荒 然后我的朋友就走了 然后就一路都没有回头看我 那因为我是预想他会回头看我 所以我就一直在那里痴痴的望着他 就等待他回头要跟他说再见 然后他就这样走了 那个时候我当下的感觉就觉得有点傻逼戏 就是觉得有点寂寞啦 就是他怎么没有回头这样子 那时候才发现说 我已经受到日本的潜移默化影响 就是一定要跟人家说 拜拜啊 到他看不见我 然后我也看不见他 他也会一直回头 像我这次回台湾的时候 文档也是送我到车站走 然后他也是一直送我送到 完全消失在他的眼前 然后我也是一直回头 我跟他说再见 下次大家跟日本朋友见面的话 你们也可以回头看一下 说不定他就是一直在那里看着你 在等你这样子 第三点 捷运完全不挤 当然说台北捷运也有很挤的时候啊 可是都已经习惯 东京几层像沙丁鱼一样的我来说 再怎么挤都不会有那边挤 因为在日本的挤是 真的是前胸贴后背 你会跟别人完全是黏在一起的 可是台湾基本上还是会保有一点点的距离 你不会完全的碰到对方 然后这次我回台湾印象还有很深刻的事 台湾的博爱座一定会是空下来的 但是日本虽然也有博爱座 可是其实他们的年轻人啊 还是日本国民没有像我们一样 是一定会把博爱座空着 大家有位置就会去抢就会去坐 尤其是通勤电车 那台湾这一点就跟日本非常不一样 因为台湾的博爱座 我每次坐几乎都是空的 然后我都会去坐博爱座 而且坐博爱座好像在大家眼中 是一个蛮特别的行为吧 我只要一坐博爱座 通常大家都会看我这样子 当然说有老肉妇来我还是会这样坐啦 但是我觉得一个位置设置在那边 然后大家宁愿站着也不愿意坐 本身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第四点人跟人的距离很近 但是也不会有压力 这一点要分成两个层面来讲 第一个主要的是 店员跟客人之间的距离 因为我在日本的时候有一个习惯是 我会尽量避免去跟店员有接触的店家 比如说是用平板点餐啊 或是用iPad点餐 就是我跟文当都有这个习惯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在日本就是一个 你要一直顾虑他人心情的地方 当然店员对客人是这样 但是有时候客人对店员也是这样 会让我觉得有点累 就是吃个饭 还要应付他 还要应付他 应付他这种感觉 所以我跟文当就常去选择那种 可以用机器点餐的店家 或者是就算没有特别选 但是只要店家就机器点餐 会让我们觉得很放松 但是在台湾我就比较不会有这个症状 就是即使跟店员很近 也不会觉得特别有压力 因为你就知道说 你不用特别对他 就是有怎样的 延留或是 对方也是很轻松的在回应你 就是人跟人的关系 我觉得是比较 舒服的 就是那个感觉 你不用一直把自己 维持在一个高压状态 那当然我知道讲到这个点 就会有人说 日本人的人与人之间距离比较舒服啊 就是可能有时候台湾人会问到太深了 隐私这些问题 就是这个也是有啦 但是在这一点 我们这个问题不讨论 因为我这次感受比较深刻的是 店员跟客人之间的这个距离 最后第五点 网路用到饱超爽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但是日本的手机是没有吃到饱这件事情的 我的手机一个月是7G 其实7G也不算少啦 只是因为我常常在做影片创作 所以就要常常打开YouTube滑啊什么的 所以就很容易把流量耗掉 那只要流量一用完呢 我们的手机就会被限速 所以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痛苦 我还记得我在去日本之前很喜欢玩Pokemon GO 可是大家也知道Pokemon GO是你要一直维持在一个耗流量的状态 所以我到日本之后也忍痛删掉我的Pokemon GO了 那这次回台湾我是去办中华电信还是台湾达达达的预付卡 就是10天啊7天反正这种什么巴达达达的 然后用多少钱 那网路就可以用到吃到饱 我已经好久没有这种你打开手机不用担心耗流量的感觉 就是尽情的看YouTube 然后尽情的玩游戏 在日本绝对不会有这种感觉 所以是非常开心的 而且台湾的WiFi环境比日本还要完善很多 台湾很多地方都有WiFi 可是日本不一定 我觉得日本的WiFi还没有台湾这么发达 所以即使是我刚回台湾 还没有时间去办预付卡那些时候 我也是在很多地方都可以连WiFi可以用 对我来说是觉得很方便啦 所以台湾的大家真的要珍惜台湾的WiFi环境 好那以上就是我回台湾感到比较不习惯的一些些小小的介绍啦 我当一次是点进影片之前都想说一定是什么 台湾的交通不好啊台湾的空气不好啊什么什么的 我觉得有很多心理上的变化吧 不是那么表面的东西啊 但是每次回台湾都让我感受到台湾好像也不是我记忆中的那个台湾了 就例如说从发票变成载具啊 还是便衣商店也有开始point card就是集点卡 然后或者是我从小到大的公车站牌全部都换地方了 就是会让我觉得有点不习惯 那当然也会有一种感觉是 好像日本不是自己的家 然后台湾好像也不是完全是自己的家这种感觉 会让我有一点点错乱啦 但是我觉得这个错乱也不是坏事啦 因为可以站在比较客观的角度 看两个国家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可以去观察自己心理上的变化 我是觉得蛮好玩的啦 那不知道看影片你们有没有从国外回台湾啊 或者是从台湾去国外之后感到不一样不习惯的事情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说 因为我自己很好奇啊 没有去过日本以外的地方 那今天也很谢谢你们看我的影片啦 然后呢文当就要在这个周末来台湾了 所以我超期待可以带大家去很多地方 那因为我的行程还在调整当中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留言跟我说 有没有希望文当去哪里啊 还是希望我们去哪里什么东西好吃什么的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那要再请大家多多指教啦 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好